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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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每一個指標都有缺點 我把這個講完就開始討論 第一個缺點就是 有一些東西叫做隱藏性失業 像我們經常叫做修無薪假 修無薪假 怎麼問他有時候有就業 那他就沒有薪水 或者工時就下降 還有一些人失業太久 就不找工作 那叫做氣餒的失業的人 因為他不找工作 所以你就不會記住失業人口 因為你問他你們在找工作 他沒有 那會記入那個非勞動力 這樣就看不到失業率 第三個呢 一個人失業一年和12個人 各失業一個月是不一樣的 後者沒有什麼成本 每個人失業一個月 還有親戚朋友可以幫忙 可是如果是前者 如果是前者 失業一年的話就非常糟糕 但在統計上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抽樣上面如果是大樣本 都是12分之一 失業也有結構問題 產業啊 教育啊 南北啊 族群啊 等等 我現在也知道自己是天龍國的人 失業有一些定義 什麼叫摩擦性失業呢 就是任何人 前一個工作辭職 下一個工作上任之間的摩擦 就叫做摩擦性失業 那什麼叫循環性失業 如果你是聖誕樹銷售員 當然是循環性失業 每年只有一個多月的失業 會就業 什麼是結構性失業呢 這是最嚴重的 像台灣的產業結構調整 像有一大堆的產業是台灣接單 海外生產 這就會造成那一個產業 產業因為產業外移 它整個就不知道怎麼找工作 假設你是電腦裝備員 假設你已經五十幾歲 假設人保廣達全部都是工廠移到外面去 那你就失業了 失業之後你再轉業 天知道那有多難 你以為二十幾歲還可以轉業 你以為五十幾歲怎麼轉業 我的最後一個國際的offer是 我看 那是哪一年 2008年了吧 所以所有的挖腳啊 大概都是五十五歲以前 不太有人要挖 什麼六十五歲七十五歲去挖腳幹什麼 所以轉業啊 大概也是 小賊才會轉業的 老賊不會轉業的 那自然失業率沒什麼專家性 那政府能做什麼呢 失業的時候沒辦法 就業輔導啊 轉業進修啊 促進流通資訊啊 加速轉業整群啊 那最不好的就是就失業率 很多政府是不懂產業轉型 如果按教育程度分啊 你看這個圖呢 就是國中以下的失業率啊 原來是很低的 現在也是蠻低的 但你看那個大學以上的 大學以上的失業率 現在是最高的 從差不多一百年以後 大學以上的失業率就超高的 就是所有教育程度裡頭最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學太多了 最簡單的原因 現在馬路上找一個小賊 他不是大學畢業 不太容易 我們的那個高中高職畢業生 要升大學 不論是季職的或者一般的 就學機會率 就學機會率超過百分之百 懂嗎 就是各大學招生總人數放在分子 然後應屆畢業生放在分母 就是超過百分之百 所以要 不是說有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技術學院 六科八分就能夠錄取嗎 六科總分八分就 就錄取 六科總分考八分 我覺得天賦也蠻高的 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這樣也能夠錄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二十幾年前 410教改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李遠賊 不是李遠賊 他說要廣設高中大學 其中呼籲廣設高中大學 為什麼會有廣設高中大學的呼籲呢 就是因為 升學壓力很大 因為那時候高中大學不多嘛 因為壓力很大 所以大家 必須大家去補習嘛 補習以後就 讓很多 小孩子念書的動機都沒有了 可是那時候確實有一點 沒有估計到 就是台灣的少子化 原來是高中大學不夠 但是少子化之後就夠了 所以你在高中大學不夠 但是已經有少子化趨勢的情況之下 再廣設高中大學 就會over capacity 懂我意思嗎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當年的教改會 完全沒有考慮到 那個人口轉型 少子化的 所以你搞出來了 一大堆的高中大學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的大學 很多是從技職體系 括號叫做升格 其實技職體系 大學沒有什麼考誰大誰小 沒有什麼升格的問題 但是呢 你要去鼓勵 廣設高中大學 有一個取巧的辦法 就是你把原來的專科 改成大學 所以有XX專科學校 就變成XX技術大學 那這樣就很快 那這都是那個大學 越來越多的原因 那大學越來越多 你去看歷年教育部長 誰哪一個教育部長 任內核准的 技職院校改成大學 數量最多 這就是最不負責任的教育部長 OK 沒錯吧 有不同意見趕快講 就是 你沒有算到少子化也就算了 那你要設大學 你就設大學 你把技職改成大學 你就在摧毀技職體系 這不叫做 網設高中大學嘛 你懂我意思嗎 說你右手沒力氣 結果你就 你就把左手接到右手來 這什麼玩意兒嘛 這是 你就不叫做解決右手沒力氣嘛 所以 誰 任內 把技職改成大學最多 誰 部長 高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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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錦豪排名第二 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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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拷問黃龍春的結果 他有說過教育部長 我就拷問他 毆打他 你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他不是不是 冤枉了 他就把資料找出來 我是看到資料的 第一名叫做曾治大 他的任內把最多的那個 他是你們 那個叫做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總校長 兩個小討論 第一個 跟這個 跟今天講的東西沒什麼關係 只是要刺激一下你的思考 這是我最近才挖來的資料 我們先不管 先看第二個 制度僵硬地下經濟 貪污風氣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什麼 不要 莫怕 大不了意思 我的排法 我會把資度僵硬排在最上面的因 然後 再來是下面兩個平行的就是 地下經濟跟貪污風氣 雖然貪污經濟可能會再高一點點 他也會導致地下經濟長出來 要講原因嗎還是 有 先這樣子好了 有沒有其他的補充 不同意見 我以前在 哪一年 負改會 做過 地下經濟的研究 我是地下經濟專家 和陶漏稅研究專家 我不是陶漏稅研究 我就找出一個表 那個表 就是 好像是台北市 汽車維修業管理規則 汽車維修業 那還有一個表 就是 那個 研究 我們有 台灣有兩個地下經濟是不可思議的大 一個叫地下金融 按照許家動以前做過中央銀行副總裁 還有那個財政部長 還要說台灣的地下金融的規模 大概跟地上金融差不多 台灣的地下交通 你都沒想到 跟地上交通差不多 什麼叫地上交通呢 不是有些遊覽車在什麼台南 什麼台北之間 走來走去的嗎 現在還有一個統聯客運 當年統聯客運是非法的 為什麼統聯客運是非法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管理規則 說任何遊覽車 要在跨縣市營運的話 它要在每一個停的點 有一個車輛調度維修 什麼什麼廠 那我就不相信統聯 在什麼新竹 桃園 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廠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就沒辦法登記 所以那個就全部是什麼 省議員 立法委員去攬下來 然後政府根本就抓都不敢抓 那有沒有貪污呢 大概有某種程度是有吧 所以它就完全制度 我剛剛講那個 汽車維修管理規則 細節我戒不得了 他說汽車分成保養廠和維修廠 合理嘛 但是保養廠不能維修 保養到一半 發現這邊壞了不能維修 保養廠不能維修 維修廠分 跟甲乙秉三級 甲級還是甲乙兩級 以及它要有兩個 它至少要有一個修車位 甲級要有兩個修車位 就是規定的 你不合就是不合法 那修車位啊 這是我最令我服氣的 那個修車位啊 要四公尺乘上八公尺 你去找幾個修車位 是四公尺乘上八公尺 你去找幾個 修車位是四公尺乘上八公尺 中華民國有哪幾個停車位 是四公尺乘上八公尺 所以每一家都不合法 而且我專門修MINI行不行 就沒有屁股那個MINI 可以吧 MINI需要四公尺乘上八公尺 四公尺乘上八公尺都可以掉頭了 它就是四公尺八公尺 然後每一個那個修 維修廠啊 要一個工具間 那個工具間呢 要二公尺乘上三公尺 我這頭小 有哪一個修車上 有一個叫工具間 那工具間還得二乘上三個 然後那個工具間還畫一張表 叫工具懸掛表 所以我們的管理啊 管道說那個工具間呢 這個榔頭是鉗子什麼 三號螺絲什麼 它可以搞到這個地步 那是二十幾年前 我真的是 如果它搞成這個地步啊 全台灣大概有一家合法 我腦袋就剁給你 沒有一家 你去看 真的是沒辦法 真是 我們那是當年的那個 制度僵硬 偉大到這個地步 現在大概都取消掉 但是就算沒有制度僵硬 還是可以創造很多的地下經濟 和貪污貢氣 但是制度僵硬大概是最關鍵的 我們就講毒品嘛 毒品是全世界全部都不准的 所以這跟制度僵硬沒有關係 哪裡都不准 但是它絕對有地下經濟 它絕對也有那個貪污舞弊 所以那條線是最難畫的 就是什麼樣叫做制度僵硬 什麼樣叫做合理的管制 這很難畫的 這很難畫的 我不曉得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你如果去查一個字 叫做prohibition prohibition就是禁止的意思 但如果P是大寫的話 就是 美國曾經有禁酒 禁酒令 那是最荒誕的那個事情 他美國的禁酒 聽著哈 寫進憲法 什麼時候聽過禁酒寫進憲法 他那個寫進憲法 是 美國的修建有幾種方式 有一種方式就是 有好像超過三分之二的州 州 州議會立法 說不准 喝酒 那就不准喝酒 所以那就是寫進憲法裡 結果三分之二的州 就是不准大家喝酒 就把禁酒令寫進憲法 所以因為禁酒令 那每個地方都不准釀酒 但是從 舊石器時代以來 人類就贏酒 那酒呢 是不可能禁的 所以因為制度僵硬 就一大堆的釀思酒 美國的黑社會 之所以能夠變成全國性的幫派 就是因為禁酒令 因為酒 要走私進口 就是加拿大墨西哥 那加拿大墨西哥 你要從加拿大進來 你要運到南部一點的州 那要跨很多州 就需要一個跨州的幫派 維護那個秩序 對不對 因為你總不能叫警察保護 所以就沒辦法 就把那個 就是幫派的勢力 跨州串聯起來 就需要一個跨州的制度僵硬 那就在憲法裡頭 所以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就要不要再加拿大墨西哥 那一天 就是要把派的水平